大家好 我不明白 为什么YBB不想让事情平息下来 还是他故意不要让事情平息下来 自从六人帮的影片到今天 我都没有在上任何影片伤害他 不过前几天 他就上传了关于我顶他的影片 很明显 这个是一个报复性的行动 因为我有没有顶他 跟他的诈骗 偷窃 污蔑 盗用公款 企图绑架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完全帮助不了他减轻罪行 可能他只是想模糊焦点 他有在直播的时候问过我 为什么私底下认错了 我们还是要上影片揭发他 就是我已经有 我已经有去警察局 自首了嘛 然后我是有听你们讲我已经公开道歉了 各种各样的 然后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们 还要post那个video 当Cod和Sky跟我说 他们看到YBB的手机内容 知道是YBB偷乙姨的IC的时候 这样我应不应该让乙姨知道事情的真相 还是让YBB私底下跟我们道歉 然后帮他隐瞒下去 如果你是乙姨或者其他受害者 你会希望我们帮羊宝贝隐瞒整件事情吗 今天我才 决定站出来 有义务告诉大众一个 事情的真相 而不是 一直在蒙在鼓里 当我们发现到这个电话 太多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在犯罪了 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 骗来骗去那种东西 他是 已经是一个诈骗的东西 然后而且是中 身边最亲的人 我们也不能一个一个跟朋友讲到完 我们也不能 我们也害怕以后网友又在中同一样的手段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会站出来 讲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推他去死 如果没有讲 以后有人中 或者是身边有人中 然后我们原来早就懂 YBB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我们要怎样跟那个朋友交代 所以大家经过讨论过后 我们才决定都把影片 上在各自的社交平台 所以这个 不是个人的针对行为 这个 已经是社会责任 如果真的要针对YBB 他手机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 毁灭人性的计划 不过不管是什么东西 我们已经选择不提了 YBB 如果我真的要害你 我跟你在一起接触那么多年 要是我真的要拿你的是非八卦来讲 一定比你讲我的还多 但是事情到今天 我在影片里 只说你骗我的钱 拿去赌 反而是你一直拿我的私事来炒热度 模糊焦点 那前几天呢 他就终于上传了 所谓的录音影片 原来是他跟邱文 还有Dr. Lau的电话对白 还有很多不管是的内容 他很喜欢脱弃他不管是的人物下水 然后扭曲事实 比如说两年前 我在林大哥那边输了2万多 他说他借了我7000 不过 我记得我有带现金去了 现金不够给的 当晚 我就银行转账了 我当天完全没有跟他借到钱 反正这件事 也真的完全不管是 他说我3月21号 还大grab去找他喝酒 上京 又message我 他想要来我的家 我就跟他讲我在外面喝酒 但是他还是大grab来找我们一起喝酒 当然啦 因为他跟我说那边的酒还剩很多 问我要不要过去喝啊 电话录音方面 也是有很多问题 因为没有看见脸的关系 所以我们怎样知道是本人在讲 世界上有两种人 怎样知道录音有没有被修剪过 怎样知道有没有被断掌取义 对话里面 YBB没有跟他们说他在录音 所以邱文跟Dokalau知道YBB在录音吗 他们有允许YBB用那一段录音吗 会不会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录音 而YBB是可以有企图性的去带对话的风向 套路对方的回应 我觉得如果需要别人帮助求证 就干脆一点 不要偷偷摸摸 模模糊糊糊 对了 他跟Gatita是 第一次 见面就发生了关系啊 对于YBB说呢 我跟Gatita 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关系 所以这里呢 我就找Charles当场也在的人 来说出他当天看到的东西 所以 我跟Gatita是怎样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非常的记得是因为 那时候Gatita来我的酒吧 跟一些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聊到有一些合作的东西 一些拍影片的东西 我就觉得 需要上镜 因为上镜其实还有一个养着一个团队嘛 所以我就讲 要上镜来一起来认识一下 以后我们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SO就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我的酒吧 然后就是 我们有点喝酒啊 小喝酒那些东西 然后那时他在做Gym 他就没有什么喝 然后Gatita有点害了 SO Gatita害了就是可能就是比较 来呀来呀来呀这样 可是上镜的人一路来就是他 没有喝酒还是什么东西 他不会害起来的 他就会在那边站住 好像呆呆这样站着 他就一直叫好像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感觉 我也很尴尬 因为是我突然间拉他去 是是是 见Gatita的 因为我觉得有东西可以合作 他的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啦 那么你还记得那一天我跟Gatita是一起离开的吗 还是我们 不同时间离开 你们不是一起离开的 因为是Gatita先走嘛 因为还有时机嘛 他就自己走先 然后过后你是留下来陪我了 然后我们喝到有一点 差不多蛮迟一下 然后你才自己做Gym 所以Charles我可以把这一段视频放在我video里面吗 OK啦可以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只是讲出我看到的东西吧好吗 谢谢你Charles YBB说我跟Gatita 在游艇上喝醉了 就直接在床上热闻 Miss Pui的游艇派对邀请了蛮多人的 他跟Gatita都有出席 然后他们喝醉了直接在床上热闻 就是Gatita有直接就是抱着他 然后 所有人都看到 很多证人 我看着Trippy啊 Trippy看着我啊 其实直到event结束 我跟Gatita都没有醉 我们跟Pui道别的时候呢 还是清醒的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我老师爱你哦 谢谢 再来 可以下Pui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接吻的话 的确有 当时大家都是单身 都已经在暧昧了 为什么不可以接吻 前几天 因为你们要上一个影片 有讲关于我跟Gatita的个人的 所以我们就很有礼貌的来问哦 诶可以不可以谈到这个东西 诶是哦是哦 那时候Danny讲要问了我就奇怪 我的问哦 如果他讲不OK哦 我也是照走的 我是以后来 礼貌上通知他 啊 讲我们要做这个影片啊 讲不可以哦 不OK 可是 我们也是会Pose啊 这样子哦 刚好他讲OK的 哦OK哦 那个时候你还借我怎样回复你啊 我忘记了 就是我跟你讲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OK 我不许女生 那个女方 不OK 谢谢 就是Gatita OK不OK啊 是 问了他 他OK我 这样就comfortable咯 那个影片也很顺利的上了嘛 其实他还不OK 我们也是照商啦 哈哈哈 Right 是啦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个 因为 如果他不OK 我会at least 跟他解释多一点点 然后照商 哈哈哈 照商啦 怎么不上 只是礼貌上啦 我觉得是这样不好啦 你已经做好你的 啊 at least at least我通知一声咯 at least他不会突然间 突然有一天 online 传言 Ig 很多人 tag他 这样 可是他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对 不会给他一个shock 杨宝贝有讲 我跟Gatita 在游厅上面 喝醉了 就直接上床 热闻 你们 有看到 我跟Gatita 上床吗 没有 上床就有啦 床没有 这个我也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的comment也有几个 还有Ig reply也是有讲啦 凤讲我们乱讲话 还是他乱讲话 总之我们的cary front 我们都讲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讲到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面前这样 Front 怎样是在床上呢 重点是他问我 我们有没有在床上 没有啦 真的是没有啦 我离题了 OK 离题了 我们就有看到嘛 YBB有repost你们的照片出来 他们还有screenshot 一段post出来 他就讲 你们讲他的那段话是真的 OK OK 我讲 Clarify 一下 我们那一面 我还有post our story 我讲不要只是看 YBB 导备他应该有看的啦 击败你啦 at least嘛 share一下我们的video link Hardfucker 去screenshot我们那面啦 是不是grap到了 等一下 到了 我们数到了 我们数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一次都有食物 YES 啊 不然就是教食物 宝贝 你screenshot那一面 那一面的subtitle喔 是写着 to clarify 杨宝贝讲的全部都是真话 你就screenshot那一面就post 你at least上那边 帮我们的video link YOO 他写着那个 给respect喔 人家看那个照片 你要以为喔 他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会误会啦 会误会 我们那一段啊 你去 看副影片 我们那一段讲 他讲的是真的是那个 是 kissed part kissed part讲的是真 因为我们有看到这样子 哦呦 是 hello 跟你讲 你要share东西 你share完哈 你不要再share一半一半一半了 你这样share一半一半 还有谁要信你 你这样子叫做断章取义 bro 你要去给他看整个video 你不要给他自己去斟酌 你不要这样子 fuck一个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有讲好坏话 所以咯 拍谁啊 拍谁啊 这样子 这样子不好啦 对 share一下啦 我们的view 想要一起上的嘛 放那个screenshot出来 好像是我们只讲那句 fuck man 我们讲那么多东西 你没有去放出来 最重要是那个link 我们很respect你的 我们讲完东西的 你要 come on啦 这个 never back man 对 respect很重要 所以 Trippy们 我可以把我们现在录制的 这一个video 放在我的频道上面吗 可以啦 可以啦 你都来了 你都来了 我都要讲了 你都来了 你连我的背都用了 OK好 谢谢你们Trippy 我要补充 我跟你讲啊 这个上镜这个video啊 是我们最后一次involved啊 干你老师耶 拉小啊 You'll be gone 拉小啊 你看他 等下你讲这些哦 他跟你screenshot 这一面给你放上去了 哇妈 还有就是哦 就是你看真的是 很恐怖啊 我们只是这样看到吧 就被拉进来 哇 哇 没有啦 其实我们也不用reply 也不用紧啦 我们傻家要reply吧 我们也是 给狗 有啦要讲一下啦 因为人家都讲到我们了 然后我们又静静这样 我们马上讲 我们看到的东西 罢了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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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罢了吗 我们又不是来故意去讲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我们不懂啦 relax relax 我不懂啦 relax relax bro 不过 不过 YBB把我的感情失事出来 跟事情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的感情失事 本来就没有义务需要去细节交代 我有问过 Dr.Lau跟邱文 愿不愿意上我的影片 回应这一件事 他们都跟我说 他们从来 都没有想要牵扯进这件事 因为事情 本来都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 是被YBB 硬生生的摆上台的 难道对YBB来讲 友谊就是可以这样被拿来消费利用的嘛 然后他也有跟过小爱乐 他也是有问过小爱 然后 小爱也是拒绝他的嘛 我讲真真的 我可追究 很常跟林上进一期 但是他没有懂过我 我真的 我不希望 我不要撒谎 他真的很Chanteman 他最多 很常顶 顶什么 顶就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关于YBB说我顶他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Charles有当面 亲口 去问他的 那个时候 你是怎样问他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全部人一起去找他 他刚刚坐牢出来 所以我觉得 那时候我们就想要 看人 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 然后或者是想要他 给出我们一些他认错的答案 然后我们就 想要好好跟他聊 然后因为我有听到就是他们讲 YBB讲你 有要顶他 要抢奸他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当场有问 杨宝贝 我听讲你有讲 上镜要 抢奸你啊 抢奸你啊 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的反应就是 他是先看着一个 一个人我忘记他看着谁了 他有一点stun这样 然后过后就讲 没有啦 我误会了 是因为 类似这样的话 因为我也记不到太清楚了 就是他就讲 没有啦 我误会了 是因为那天他 没有穿衣服在房间 啊Chris他门打给你 跟你讲他要自杀 所以他就很紧张的 冲进去 然后进去房间 可是 是没有看到他的 裸体啦 因为他是躺在床上 然后盖着背的 然后BOB就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 因为他突然间这样冲进来 他当然吓到 这样的东西 而且他裸着 我也不知道他裸着 因为他盖着背嘛 那一天当晚 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我有拍照给Chris看的 嗯嗯 我就是我拍了一张照片 给Chris看说啊 你看杨宝贝人没有事 过后我才要进去 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 当时候我的明白就是因为 如果他裸着身体 盖着背 过后有一个男生走进来 多多少少会被吓到 是正常的 就是他带大家面前 在讲我误会来的这个东西 所以Charles我可以把这一段视频 放进我的 频道里面吗 可以的 因为我也是讲我听到的东西吧 谢谢你Charles 所以很多事情已经被YBB 报复性的恶意丑化了 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单方面 自导自言 扭曲事实 都是他单方面跟别人说 不代表事情 如实发生 就像我跟朋友说 我上课的时候被老师打 朋友没有在场 朋友也只能听 也不知道实情是怎样的 事情发生之前呢 我跟YBB的关系 都很好 真的很好 这个他自己也是认同的 因为当事人呢是我曾经最要好的 男性朋友 不过 他惹事过后被公开 他觉得 我在害他 他就突然间反口说我顶他 对他不礼貌 如果我从去年10月 就顶了他三次 让他感觉到极度厌恶的话 为什么 接下来的半年内 我跟他还可以那么舒服的配合 一起合作 拍了那么多影片 那么多照片 你就是谁啊 可能是Charles的 你要告诉我 偷偷告诉我 所以今天上进要当我的摄影师 摄情的摄 那个商家有讲要拍的 不要摄情 要性感嘛 性感跟摄情就是一线之产 为什么 还会愿意 帮我说那么多好话 邱文也不是一次两次有跟我称赞过 他觉得上进其实是一个 很善良很好的人 为什么还会相信我 让我有琐事密码 直通他的房间 为什么还会找我 帮他拍比较性感的照片 上进你要接码帮一个网红拍照 15块要拍30张网红的 那种游戏 照片来的 然后我这里哦 也想要找你帮我拍哦 他有给摄影师钱啊 他给15块了 就是你帮我拍再帮那个人拍 应该有一个3000块 这样子 只是拍吧 是插在那个床不是白色吧 我跟你讲 那个床是白色或者黑色或者灰色 对因为他不是 春色 他春色比较美 有什么方法 这样子来 OK还好红色 对 为什么不会BG 跟我有肢体接触 为什么还会写剧本 让我演男主角来拥抱他 还有很多 没有现场证据的事情 所以我跟YBB 最多 就只是穿着衣服的拥抱 我从来 就没有顶过他 如果一个女生 真的讨厌一个男生啦 会要防备 男生毛手毛脚的话啦 那个女生可以有 101种方式 避开他 拒绝他 为什么要等到自己惹事了 才反口说我骚扰 所以我跟YBB 没有亲过嘴 没有发生过关系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反正 我也没有吃亏还是什么 我知道我这个宅男样 跟YBB可爱 又可怜楚楚的样子 比起来 真的很吃亏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长相也好 至少 多看几眼我拿得出来的证据 YBB 如果你现在在看着这支影片 我希望你早点觉悟 不要再越陷越深了 自从狗盘事件你出卖截图 朋友已经不大敢再有你的群聊八卦 自从你赌博到借大耳聋 朋友已经不大敢再借你钱 自从发现你投IC电话 朋友已经不大敢再约你出来聚会喝酒 自从你盗用公款 团队 已经没有办法再为你拼命 自从你惹事后 就开始抱身边朋友的料 现在你打个电话 都可以有企图的录音 你每一位前任 包括追求过你的John 都被你害到很惨 我跟你接触到比较近 都可以给你消费诚信骚扰 就算全世界都相信我顶过你都好 会帮忙减轻你的罪行吗 你又得到了什么 一时的爽吗 值得吗 你到底还要执着这些什么 你要出卖你自己的信用 到什么地步你才肯收手 为什么你要拼命掏空 你所累计下来的福气 三年前你在狗盘事件的时候 你已经发疯过一次 那个时候你可以毫不留情的 放Clarence在群里面的对话 出来给网民看 这样为什么你要这么在意 别人放你的犯罪记录出来 三年前的你也曾经道歉了 说你会好好的做作品出来 希望大家再给你多一次机会 不给你机会的人 早就不在你的身边了 反而那些留在你身边 给你机会的人 现在都被你伤害了 你已经可以毫无底线 颠倒是非 不问自取 损人利己 自欺其人 这样来到了4月8号 他就约了我们出来谈判 在那个时候 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就突然 给我们提到说 最近发生了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 让他很伤心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 污蔑他说 他偷电话 他去了一个Event 然后在那场Event当中 他的朋友 讲他偷电话 然后让他很不舒服 他就有当下问我跟Kate 你们觉得我YBB 会穷到偷人电话吗 我们说肯定不会 然后得到我们的新认后 当下我们看到的 他的表情跟样子是 很有一种优越感的 如果突然间接下来 你又指控我什么 我都不会再去回应了 没有意义了 没完没了 如果你是真心 想让事情平静下来 就不应该再搞事情了 不然 大家一直都不会忘记 你所做过的错 犯下了罪 也不会觉得 你有悔改之心 你真的要庆幸 大马有中国报 网民都很热爱八卦 商家都很敢投资 还有你那让人 想保护的形象 趁现在我还愿意陪你炒流量 赶快赚多一点钱还债 这个50多千的债主被你拉黑了 联络不上你 我认真说 我会追究到底的 律师信就已经发了 要收不收 随你 人家已经出律师信了 我在这里好心提醒你 我怕你忘记了 虽然你以后是好是坏 都不管我的事 我还是会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希望你能够迷途之返 回头是岸 重新做人 不要再辜负借下来你的新朋友 还有肯相信你的贵人 再见了 我六年的朋友 请不要用你们盲目的爱 给予他 无限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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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